好 主播再来关心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北路上 是发生了一起远警的死亡车祸 那当时这名远警呢 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开着巡逻车 结果呢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遇到一辆逆向的兵士轿车冲撞 那当时这名黄姓远警 是坐在副驾驶座 因为撞击地道之大 可以看到当时整辆警车是喷飞 直接整个冲进骑楼里面 那可以看到警车的车头不仅凹陷 就连车灯也都毁损了 由于当时呢 这名坐在副驾驶座的黄姓远警 其实本来还是有意识的 不过他意识逐渐模糊 被送到医院来抢救之后呢 在今天的凌晨5点26分呢 是宣告急救无效哦 那目前呢 现在呢这名远警的妻子呢 已经连夜北上到了马街医院 那目前呢 现在还在等这名远警妈妈 因为远警的妈妈是住在高雄林园区 因此呢 现在是要赶紧北上到马街医院 来看他儿子最后一面哦 那根据了解呢 这名远职的远警呢 他从警八年警转33期 其实在平常表现是相当认真的哦 那他当下呢 是未在后的派出所 当时正在进行巡逻勤务哦 那其实刚刚烧倒的时候 新北市警察局长 六远程也抵达到马街医院 一起在听听他最新说明 前面的家属已经到场了 家属有表示什么有什么需求 那目前那个 这个黄姓同仁的太太已经到场 那另外因为他的家人啊 这个母子是住在高雄 那等一下可能还会 烧完的时候才会到医院这边来 那我们会全力来协助他 这名黄姓远警呢 当时撞击之后 本来是有意识的 但后来呢还是抢救无效 那根据最新了解呢 他的死因呢 是因为内脏出血 那目前他妻子 已经在医院陪同他了 现在家属还在等他其他的家属 北上到马街医院哦 不过根据我们的最新掌握呢 正式驾驶是一名黄姓驾驶 当时呢 他车上还有载着朋友 不过他公称呢 他是精神不济 没有看到人才逆向冲撞 不过是立刻被警方来打脸哦 因为其实警方 沿线调阅监视器 发现这名肇事的黄姓驾驶 其实在很多路段 都已经在飙塑 甚至还有蛇形的迹象哦 因此现在警方是不排除 这名黄姓驾驶 可能是有毒驾的 但目前这名驾驶人 还在交通分队制作笔录当中 后续呢也不排除 会依照故事致死罪 以及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哦 那现在根据现在记者 在现场马街医院的最新状况 就是这名黄姓远警呢 遗体呢 现在已经在马街医院了 那后续呢还要等待检察官 来进行商验 不过后续它的灵堂会设置在哪呢 还要由家属来决定 并且呢也要等待商验的结果之后 才会有做进一步的厘清 以上是现场医院的最新状况